李克強開始招急 要各地想辦法保證養老金發放 香蟲造說 數碼貨幣推人民幣國際化是誤解 自許講好中國故事 中共環球電視CGTN華裔澳籍女記者被監視居住 德國外長當面警告王毅威脅不適合這一道 菅義偉升任日本首相並無懸念 中美日關係怎樣看 美國打算在今年之內關閉所有孔子學院 巴西小鎮落韻石雨 村民風搶說是神賜的禮物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3號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王曉祥 8月30號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一個工作會議上坦然 大陸經濟衰退 但是要求地方政府想辦法定時足額發放養老金 根據官方數據 包括養老金在內的社保基金收支缺口逐年擴大 補貼幾乎拿走了地方總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而如今地方又正面臨財政收入急劇減少的困境 據統計 2019年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由政府財政補貼了一萬九千億元人民幣 其中地方承擔了百分之九十八的補貼 而同年地方總財政收入在十萬零一千一百億元 這樣就等於是拿地方財政的百分之十八點五去補貼社保基金 今年在中共病毒疫情和各種災害的侵襲下 地方財政收入巨額下降 2020年上半年收入 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七點九 而社保基金屬於降性支出 期間難有轉彎餘地 中國財經博主老蠻研判 地方財政恐怕無力再補貼社保的無底洞 大陸傳媒報導 河北日前發布中國鴻安新區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 建設實施方案 提出在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當中 實施人民幣數碼貨幣的跨境支付 有評論認為數碼貨幣結算快速成本低 中共可以藉此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 建副所長向重造表示 這是很大的誤解 他說對於數碼貨幣的信任 仍然來自於主權國家的信用 包括國家法治的健全 政治經濟的穩定 科學的創新 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 金融市場的監管水平等 並不是發行了數碼貨幣 就能夠實現國際化 中國海關總署宣布 暫停澳洲最大穀物出口商 CBH-Grain的對華出口 當局說 多次由該公司進口的大麥當中 驗出硬雀麥、法國野燕麥、北美刺龍葵、 小麥線條花葉病毒等檢疫性有害生物 對此 出口商CBH-Grain表示 中國當局的指控毫無根據 會與澳洲政府合作重新檢疫 澳洲近期要求調查中共病毒的疫情真相 以及譴責港版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等 遭到中共報復 中共上個月對進口澳洲葡萄酒 進行反傾銷調查 而中共媒體《環球時報》 近日引用李光耀評價澳洲 是亞洲貧窮的白垃圾 滅視的意思極為明顯 分析認為 中共連續的報復行為 將會加劇兩國的緊張關係 同時令澳洲二無反故地加入美國的滅共聯盟 8月31日 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一名澳籍女記者被捕的消息 登上了全球媒體的頭條 被捕澳籍央視記者叫成雷 出生在中國 大約10歲左右隨父母移民澳洲 他曾經在昆士蘭大學學習經濟學 畢業之後 在澳洲工作了五年 然後回到中國加入央視 在澳洲媒體的描述當中 成雷經常採訪中共官方高規格的政治活動 包括2008年奧運會 中共兩會 以及2010年上海細博會等 成雷被捕 受到澳洲華人社區的關注 成雷以前在中國大陸被採訪的一些片段 被翻出來 成雷說自己在大陸是一個三好學生 到了澳洲因為不懂得說英文 被老師嫌棄 有網友說成雷是毫無做人底線的兩面派 在國內演講詆毀澳洲 在接受澳洲傳媒採訪的時候 就是這樣賺澳洲的教育 網友FreeChina15 在Twitter上發表了另外一段影片 成雷在一段採訪當中說 我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好好講中國的故事 輿論普遍認為 這是中共對澳洲重拳反擊中共滲透的報復 採取的是和拘捕兩名在華加拿大人一樣的手法 只不過出手更加狠 連為自己賣命的人也都拉 上個星期 澳洲政府宣布將會通過一項外國關係法的議案 要求各個州政府和市級政府必須採取和聯邦政府一致的對外政策 這個舉動被認為是針對維多利亞州和中共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否定 同時澳洲政府已經決定全面清理澳洲境內的孔子學院 因此 澳洲被北京拘捕並非偶然 據悉尼《神風報》報道 澳洲目前還未被正式起訴 只是被限制在一個指定的地點監視居住 CGTN已經將他的個人信息和採訪文章由網站上刪除 9月1日正在歐洲訪問的中共外長王毅公開進行個人恐嚇 要令捷克參議長付出尋重代價 激起歐洲各國不滿 同日王毅和德國外長馬斯回面之後 在記者會上再次揚言要報復捷克 馬斯當場回擊王毅 說他已經和捷克外長通過電話 表達德國對捷克的支持 我特末昨天也和我一樣在親自的支持 我非常在親自身函邦的致臺 因為有一八個人的民主委訪局 對我們把我們合悅道以外的臺灣 臺灣不斷有關 同時,馬斯還特別指出中共侵害香港人權的問題 他表示,德國希望香港的一國兩制能夠完整施行 並盡快恢復立法會的改選 也呼籲中共撤銷港版國安法 近日,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館向一名匈牙利國會議員施壓 要求他停止支持法輪功,信件被議員本人曝光 匈牙利國會議員Benedet Sale表示 他在8月19日收到中共駐匈牙利布達佩斯大使館的這封信 他認為這是他政治生涯當中最為荒誕的時刻 在信中,中共大使館說 強烈反對這名議員簽署一份支持法輪功的聯合聲明 這份聲明得到全球600多位政要的聯署 這份聯署聲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停止21年來對法輪功系統性的殘酷迫害 這名議員表示 他已經將這封信在Facebook上曝光 上個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突然因為健康原因辭去首相一職 目前,官房長官菅義偉等三名自民黨候選人 各族自民黨新總裁 由於自民黨佔據國會席位優勢 自民黨新總裁也將會順理成章 成為日本的新首相 日本政壇在中美新冷戰緊張升級之際 出現節外生肢的變化 對中美日三國關係的影響成為關注的焦點 據悉,9月14日自民黨將會舉行投票 選出自民黨的新總裁 9月1日,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 政務調查會會長岸田文雄 相繼宣布各族自民黨總裁 2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宣布參選 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 不過,今次屬於緊急事態下選出新總裁 一般黨員不參選 自民黨地方票有限 基本上由自民黨在任的394名 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投票 決定新總裁人選 截至1日晚 自民黨內已經有5個派系表示支持菅義偉 包括安倍出身的派系 即是自民黨內最大的世田派 第二大派系麻生派、竹下派 第四大派系二階派、錫元派 菅義偉本人不屬於任何派系 菅義偉已經獲得黨內超過六成的支持 勝出的可能性極大 石破茂和岸田文雄屬於官二代和官三代 都來自政治世家、各具政治影響力 而菅義偉出身秋田苑的農家 高中畢業後到東京闖蕩 最後選擇從政 但政治勢力單薄 如今得到眾多自民黨派系支持 除了他處理內政的穩健 也有背後的政治角力 其中 安倍晉三和親共的幹事長二階晉博 都表達支持 另一方面 安倍晉三今次辭職 可以說是壯志未囚 他不想被親中的石破茂接任 電伏正在進行的戰略政策 特別是對中共的強硬政策 安倍一直有意培養岸田文雄 但是岸田文雄的協調能力 在黨內風平麻麻 而菅義偉作為官房長官 實際上是安倍的大管家 七年半以來陪伴安倍 每日的記者會等應對 沒有一次失言 被政界普遍認可 移街推舉的菅義偉 很快被安倍所屬最大的細田派認可 一夜之間 政治背景單薄的菅義偉 被推上了日本政壇的最頂峰 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可靠的盟國 日本在外交、軍事上 無條件會站在美國一邊 但是與美國的靠近程度 亦都事關著共的力度 所以在中美對峙的緊張關頭 日本就成為中美爭取的重要力量 目前菅義偉勝出的可能性極大 外界認為 他基本上會維持安倍的政策 但是在及時性方面 會有萬半拍的可能性 此外 他的背後有親共議員的保戰推舉 在與美國聯手圍堵中共的進程當中 他背後親共因素的影響如何 備受關注 9月1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希望到年底 關閉所有在美國學校裡面的孔子學院 蓬佩奧接受霍氏商業網採訪的時候表示 國務院已經明確指定 孔子學院是外國使團 他說 這樣很重要 因為現在他們受到一系列限制和規則的約束 他說 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與孔子學院相關的風險 以及在這些機構裡面 招募間諜和合作者的行為 他說 我希望我們能夠在今年年底之前 將他們全部關閉 8月13日 美國國務院發布新聞稿 指定孔子學院美國中心為外國使團 並強調要確保美國學生 在沒有中共操縱的前提下 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 8月19日 巴西東北部一個貧窮小鎮 日前下了一場隕石雨 隕石雨的隕石碎片 集中跌在巴西東北部八南布哥州的小鎮 聖飛落梅立一帶 當時有居民親眼目睹流星雨 隨後落下大量隕石 消息傳出之後 吸引了上千民眾民風前來尋堡 巴西國家博物館收購了一塊大約重2.8公斤重的隕石 價格大約為2萬2百美元 另外最大的一塊重達40公斤 價值高達大約2萬7千美元 相當於這個小鎮居民平均10年的總收入 截至目前 村民撿到的隕石碎片有200多塊 隕石價格也由每刻7.4美元上升一倍 到每刻14.8美元 而且還在此持續上升 由於大部分隕石都在當地一個教堂附近發現 令居民深信這是來自神的禮物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我是黃曉祥 我們明天再見 紀元生活 HK E-Pod Lifestyle 是大紀元富康頻道 以東方傳統文化為基礎 介紹健康養生之道 和有理念的飲食文化 星期一 漢陽私房菜 今晚食物慫安助家中 接著擁有22年經驗的大廚漢陽 學做家常小菜簡單幾個步驟 就可以做出美味的佳牛 星期二 中二中醫 探究傳統中醫的博大精心 最尋悠悠流傳的醫病古方 體會古老東方的養生理念 感恩專業中醫師的人心人術 星期四 明慰中醫游勝書 明慰中醫診所 軟漲溫分容 將力量著作 分析患者病況和針灸 用藥 起居飲食 注意事項和保健方法微微到來 內心引領讀者 見識中醫診療的觀念和方法 星期五 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餵食的主持人 帶大家走遍全港各區 搜羅不同的特色美食 無論是老字號 還是新章小店 都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星期六 健康工房 健康是身心病存的 故事有進攻也有預防 例如進攻 主動消除體內慢性驗症 預防 關注飲食和心靈探索 以防止慢性疾病的凝聖 全方位以天然方法 達至健康工房 探討生命的傲備 星期日 Ember Running Green Ember以東方思維 介紹時尚保健美容產品 帶領大家行運各地 暢遊綠色生活 探訪各行業的達人 了解如何挑選健康好物 下午2點 紀元生活頻道首播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 記得留言和分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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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